2014大选看中天 下午两个小时的大新闻大爆挂 我要先问第一句话是你投票了吗 如果还没有去投的人赶快 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好把握 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投票带什么呢 有三宝 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但是呢 身份证印章是最重要的 投票通知单没带也可以投票 但身份证一定要带 而且提醒你不能用护照 建保卡 驾照这些证件来取代 印章没有带 也可以用签名或是盖指印来取代 好那么有哪些票要领呢 就是三张票嘛 一张就是政府总统的选票 第二是立法委员 这个区域立委 3D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的票 第三就是政党票 第三张 好但是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行为不能做 比如说有五大NG行为 第一不可以携带手机 还有摄影器材进入投开票所 第二不可使用投票所提供以外的 圈选工具 当然不能撕回还有吸出选票 以及不可以大声嚷嚷或干扰其他人投票 或不投票 当然不能量票 好这五大NG行为提醒大家出门前看一下检查一下 为你介绍今天应该已经投完票的来宾们 好第一个小时邀请到是时评论员波基黄阳明 大家午安 以及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也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时评论员谢函兵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要说今天天气超好的 所以一大早出门投票 我们就看到好多人好多车 那因为我自己是回户籍地投票 所以我赶在上班之前就赶快先去投票了 我想说我运气比较好 我今天投票的时候没有排队到 那我知道比如说像现场波基 好像你排队至少排个20分钟有吧 那我也有同事在一个投票所耗了大概30分钟快40分钟 不一定啦每一个人状况 但我个人是觉得车子实在太多了 跟上班时间一样耶 路上都是人都是车 我甚至还有塞车塞到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投票率应该会很高吧 尤其这个史上最难预测的选举 那感觉到今天来说 选情也有一些些紧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是不是有催出投票率或是激化出来 这个部分我等会请来宾来讨论 那只是因为我要先说一下 就是像之前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基本上投票是完全会放掉的 尤其你要live你可能被绑一整天 你时间完全卡死 可是今天以我公司像我知道 大冰红嘛 炳红 蔡炳红 他们全部都是跑选战的政治记者 还有马德 大冰红冲回台南投票 然后现在马上来继续跑选战 马德回到台中投票 也是差不多应该到公司了吧 等一会可能就可以看到他在连线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投票率的部分 刚刚波及有做了一些研究到目前为止 等会来听听波及讲 只是我先带大家来看到 双铁好不好 双铁挤爆 爆量用恐怖人潮 而且这个运量怎么会超越202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前不久不才跟我说什么 高铁这次反乡投票人潮不怎么样吗 卖票是不是才卖到四成左右 可是来看看 这个双铁的部分 高铁截至12号傍晚 一共4万8千人次完成订票 超过往年大选 那1月2号下午3点半以前的南下班次 几乎客满 台铁的部分 在昨天傍晚 全线对号列车 外出了三四万张车票 整体售票率大约54% 预估最高日的军运量达到75万8千人次 这超过2020总统选举 当时也71万多人次 还有在国道交通量比平常还要增加大约5% 那听说这个高工局在刚刚也有说事故 今天的这个国道事故比平常的假日要多了三倍 那特别就在一些原本就车多容易塞车的路段 像新竹中河都有出现一些事故 那当然这些事故 或者是有些回堵的状况 陆续排除当中 但确实高工局说比平常假日要多个5%到10%的车流 那么另外来看到就是这个小三通的船班 甚至是几乎全满 这整个的状况 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变成这样 不是说这个是史上选情最冷的一次吗 那前一阵子 我才看到高铁卖票卖的不怎么样 怎么突然之间有一个这个惊天大变化 到底是什么事情催出了投票率 博吉 其实应该说本来说那个 我先从那个台铁高铁那个什么订票率偏低 第一个他是从12号看到15号算到15号 这是算好几天嘛 那他是算总票数里面订掉多少 所以第一个已经这个已经是因为他说他们说今年加班车多 就是像高铁加班特别多所以呢你总订票数就比过去即便多 他的总订票率也会少 这是第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是大学生已经放寒假了 他们不需要返乡 大学生12月就12月底就放寒假了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所谓长途返乡的需求 那就少了可能十几万 这个可能就少掉十几万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 当然不见得每个大学生都投票了 都会去投票 只是说在这种所谓的这个返乡的部分 可能这个订票率没有办法持继 就是说跟四年前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沙喀都 尤其是山主都很强的状况下 历史上只有一次 那一次就是我们总统大选投票率最高的那一次 2000年8成2 那时候是82.69 所以必须要说因为山主都够强 然后山主都不断的吹票 那所以呢就会把很多也许本来没有那么关系这次选战的 那突然到了选战的后期 全部都把它吹票吹出来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那以目前现在看起来这个 投票率的状况到中午12点 有几个县市特别高 比如说宜兰 宜兰已经快要投将近一半了 你要知道到中午12点就已经快投一半了 快投一半了 天哪 怎么情形 要把是这个大家都集中在早上投了 下午就可能就睡觉啊 休息怎么样的 不然这个投票率是蛮惊人的 那六都的话最高是台中 台中已经大概有四成五四成六 所以这个包括台南新竹县新竹市都是 这就是说到中午为止 都已经在四成五左右的这个投票率了 所以这些县市这个投票意愿 这个都蛮踊跃的 那同样在四成以上还有哪些呢 包括高雄市新北嘉义县张化县台东县苗栗县 这些大概都在四成左右 那比较偏低的就六都最低的还是桃园 桃园一直都是这个六都最不爱投票的 我也记得是不是2022好像那时候在讲也是 他也是投票率最低的 那当然第一个是跟他们的外遇人口多 那外遇人口多 他对这个可能在地的立委没有感觉 有可能 那第二个是说 他们投票的行为可能不见得在早上 就是说看下午有没有可能 很多都是早上起床 吃完午餐再去投票也不一定 就是说他们跟传统 因为你要知道 台湾过去最 通常投票最多的 最多的时段是八点开始那一段 对 因为会有很多长辈投完票 吃个早餐回家 就今天就可以休息 休息到下午再等开票 对 这个是很传统的逻辑 但是对于很多的年轻选民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前一天很玩 玩得很累啊 或是说啊去这个 这个凯道啊去哪边啊去造势啊 然后呢回到家跟朋友亲朋好友还在聊天啊什么的 去呃再去夜唱啊 可能睡到中午才起床去投票 所以可能不同世代的投票的这个比重就不太一样 这个时间分配哦 那像台中跟桃园其实是六都里面年轻年轻最年轻的城市 就平均年龄最低是台中跟桃园 那所以桃园相对来讲你看就变成 因为他年轻人比较多比例比较高 所以他的投票率到中午为止是偏低的 可是也许中午以后会增加也不一定 但是整体来看哦 那预估大概是在六成八到七成 这是最基本 最基本 也就是说这次投票率不可能创下新低 但是呢 呃你要说要创高 恐怕也很难 大概就是在 八成二怎么也太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可是过去比如说我们从2008到2020 大概都在七成五上下 就是七成六七成四这样的 所以这次大概七成到七成三 我觉得大概这个区间应该合逻辑 但是如果再高的话 如果更高哦 那就表示年轻人投票的意愿更强哦 所以呃这个当然还有几个小时 还有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那呃还没有投票的看到节目 如果你有这个呃 离户籍地离你的投票所很近哦 你觉得可以再去投看赶快去投 嗯对好那老师怎么观察呢 这一次感觉投票率会不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本来就说什么 这次是史上啊最冷的选情啊 史上最无聊的选举啊 可是今天给大家的感受好像不是这样 那大家就私下在讲 那大家也包括说最近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 如果说啊 激出大家的一些这个投票意愿 啊有没有什么事件啊 比如啊前几天的这个卫星警报事件啊 比如什么东西都中共戒选啊 比如说呃 办理长的这部分反渗透法的部分 因为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数字哦 在今年反渗透法的案件哦 很夸张哎 从过去哦 呃四起到今年的140起耶 有300多人被列被告耶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关联吗 还是说跟选情 因为这次真的是蓝绿白 三足鼎立的局面 特别紧绷也有关系 当然跟选情是有关系 不过我先说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呃 媒体的报道我自己也接受过很多啊 就是国际媒体来台湾访问的啊 特别的多 好像我们台湾人就是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做做一个气给他们看哦 很多人投票 很多人参加造势 这样让他们报道的可以更好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默契啊 就是说这么多人来看我们啊 我们稍微出来一下吧 就大家都出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哦 那我自己常常去非洲官选过去 那非洲人是早上绝对不太投票的 为什么 因为投完票就表示你不会有再有机会被买票了 因为投完票 他们那个手指上面涂了紫色的指甲 投过了 那你走到马路上 人家就知道你投过票了 好有趣哦 所以他们就没有投票的人 就常常一直晃晃手 意思说我的票 有来可以买哦 那我们台湾大概没有买票了 所以你早头晚头都差不多 因为非洲常常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 哇一堆人因为没有人来买了 到最后还是想投票 然后就排一堆 然后投票所要关了 然后就开始闹事了 就是说怎么能够关 那你们为什么一大早不去投票 我们也是去 我们一大早出去都没看到什么人 那台湾大概没有这个情形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投票率 也不会特别的高 因为每一个人 退投票的时间感觉上面 都觉得说那个时间点很高 但是那一个你看到的是一个片面的 你看到就是你当下很强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是不是代表整个台湾 像刚刚杨明你已经讲到 陶渊就不是如此嘛 至少我大概是11点钟到我家那个投票所去投的 我们进去就投了嘛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真的觉得车很多 车多我是有点要抗议 为什么因为按照道理来讲 你应该是住在你家附近 你应该是走路去投票的 怎么这么多人 像你还回家去投票 我要坐车回去 那个车程 那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讨论 到底可不可以不在一起投票 这个是另外一个 不然我觉得没有道理好好的这个投票 天我家门口还要再有警察这个指挥交通 我说哪来那么多人在那里 可是我实际到投票所又没有那么多人 就表示路上去投票的跟投完票回来的 可能开车的能还蛮多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大概这次选情是真的是比较 就是三个候选人都成功的让大家觉得说不能弃保 所以会有一些始终者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真的感觉到这些议题 跟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关联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会出来投票的 那老师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事件的影响 有没有关联啊 我认为最大 对不起我这个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 我一直觉得是说跟对岸最近的一些事情 因为民进党闹乌龙不会搞国安 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 所以也不会说因为这个而出来 本来就不喜欢他的 想要支持另外两位候选人的 本来大概也会出来 那是不是会有对民进党过去是支持的 因为看他最近这个老师乌龙 这个出乌龙的话 那会不会不出来投票 我觉得只有这个可能了 好那兵哥怎么看呢 是不是跟这一次 比如说大家都在史上最难预测 因为确实嘛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得准 那是不是也选情太紧绷了 因为没有人笃定会赢 这是一个大氛围的情况之下 所以大家几乎出来投票的意愿还颇高 因为我今天尤其年轻人的部分 我一大早就看到好多年轻人 也其实途经好多早餐店门口坐在那边 一看就知道是投完票 我准备要投票在那边吃早餐的年轻人 那种光景跟不是平常假日的光景 今天高铁自由座很多人都是用站的 所以你就知道返乡投票的人有多少 那这一次其实因为三方 第一个相持不下 你没有办法很明显的看出谁居于弱势 那在这种状况下 当然支持者就会对自己的支持对象 到底能不能当选感到非常担忧 所以过去很多人会懒得投票或干嘛 这次可能都强迫自己一定要去投票 像我今天早上我是十点多去投票 那个时候大概年轻人占三分之一吧 三十岁以下年轻人 差不多占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很踊跃的一种状况 因为以前以往投票年轻人大部分都会到下午 对就中午过后 搞不好这个时间慢慢的再过去 早上你让他们起来很难的 因为大部分年轻人 因为昨天礼拜五晚上 所以大部分都晚到比较晚一点 可能像我自己都喝到十二点我才回家 所以我想年轻人应该更晚 我还是因为今天我们节目要做到很晚 所以我才想说我们昨天早一点回家好了 不然就继续撑 那所以你说年轻人很多晚到这么晚 然后还爬起来投票 我觉得就表示他投票的意愿非常强烈 那当然很多事件都会造成影响 比如说像刚千惠讲的这些国家警报 或是这些民进党的一些什么东西都把它归纳为中共戒选 你过去这些事情会让人堵拦 但是现在这种事情一直不断在你眼前发生的时候 你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危机 所以我觉得会更刺激一些人去投票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在野的某一些操作 认为说要呼吁年轻人投票 那里头在网路上也常常会用一些那种很 就是世代造成世代冲突的那种言论 比如说就是不能够让老年人再控制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要展现年轻人的力量 怎么样去跟老年人对抗 虽然这会激起某一部分年轻人去投票 但相对来讲也会激起中高年龄层的人 认为我也应该要去投票 我觉得土长老人家也很多好不好 老人家一定多 老人家一定多 正常都是八成以上 对啊 你想想看吧 我们上一次投票率是七成四九 然后年轻人就是四十岁以下估计是七成 那你想想看 所以你这样七成四九算起来的话 等于四十岁以上的投票率是八成 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年恐怕会更高 我个人是认为 刚杨明姑是七成左右 或七成二 我个人认为搞不好他会突破上一次的七成四九 因为这一次大家真的感觉 就是危机感很强烈 不管是民党支持者 国民党支持者或是民众党支持者 好像那种危机感都非常强 而且都觉得 我觉得这次普遍都会认为说 差一点点可能就不会当选 对 那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更容易会去投票 你会觉得不能差我这一票 不然的话以前 说真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投票 我跑新闻的时候也几乎投不了 我们以前就像千万以前讲的 投票那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哪有什么美国时间去投票 所以 但是现在 这一次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发觉很多同业都跑去投票 你要知道台湾人已经是全世界最爱投票的国家之一 真的 我们每一次投票率都非常高 你知道日本 日本有史以来最高投票率是7成6 但是那个是195几年 他随着年代越接近现代 就越来越低 他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已经掉到六成多 然后2000年代的时候大概是六成上下 最近这十年大概都五成多 因为日本投票非常麻烦 日本投票他不是列个单子让你去圈选 他是你自己要写出你要投的人的名字 哇 真的 对 他们是这种投票方式 所以第一个 这确保了 那个文盲不能投票 你这让我想起我 美国有一个阿拉斯加州 那时候 共和党查党的候选人 赢得了共和党的初选 那共和党那个最具代表性的反而弱 然后就要单独独立参选 独立参选要填名字 他的名字是波兰名字 一直叫大家说你一定要会拼 大家记不起 很难拼 太难了 就后来很多他说很接近的都算了 因为太难了 是 都引起来就算 因为他说你只要写出能辨认 辨认到候选就可以 差不多了就知道你的意思 可能问题是比如说你叫田中角龙好了 那问题那一句叫田中可能不止你一个 可能好几个叫田中 那他们的算法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写田中 怎么算 讲生内去有三个田中除以三 所以日本的投票 日本投票会出现非常近后面小数点 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东西 那当然 听说他们之所以不用我们一般这种 印选票这种方式 是因为他们参选人太多 你可能印是一大圈 他弄不完 所以用这种方式 但每个地方选字各有利弊 但是你想想看每个要去写字 用写字的方式 恐怕很多人都会记不起来 你要知道很多人只记得号次 特别某一些那种就是 投票部队那一型的人 像以前黄复兴党部那些的 他大概只记得 人家跟他讲 三号几号或是四号几号 或五号几号这样 然后他去的时候 如果你不告诉他是哪一 所以他们才会盖错章 因为假设比如说像这一次有不同的 你总统啊不分区啊这些 他就告诉你不同颜色选票要盖几号 所以这个每一个选字各有利弊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这种爱投票真的是 被政治人物激化的蛮厉害 不过也是个好事 大家都参与公共事务嘛 没错 那我个人是猜啦 我猜一下猜一点跟杨明不同 我认为这次会超过七成五 好很快就会出来了嘛 好不好一翻两定 还是提醒大家哦 现在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概也不到两个小时了 一个半小时了 还可以去投票好不好 赶快投票投起来 但是投票有一些事情 事项要注意 还有包括事实际上 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之后 你就不能够再有拉票 或跟选举任何的这个宣传相关的活动 一些行为 否则就算是违反选霸法 但是总统这样好吗 有没有违法呢 波基在这边 那我觉得波基自己来说吧 这个是LINE官方这个帐号的页面 总统直接你知道 波基黄昂明早安 天气不错 大家踊跃投票 要记得投到神圣的一票 这个 完了 下面来了一张这个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这不是赖清德的竞选口号吗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有违反 这个选举宣传的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早上已经在讨论一波了 可是后来发现 总统把这张拿掉了 移除了 但问题是 移除了 你还是在不能po的时间po啊 那移除有差吗 移除就不违法了吗 这个就让中选会去认定 那反正媒体都报导了 就看中选会会不会处理 我相信会有热心民众去检举 那只是说 我是很讶异 因为早上就是因为他这个 你加入他的官方LINE 他去投票 他发了一篇文章 我就点去看一下 奇怪 为什么下面一个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这很明显 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 他虽然不是说 告诉你要选谁 对 他没有跟你说是号刺或名字 但是你看到这个标语 你就知道他支持谁了 那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许是在走一个灰色边缘的地带 但是呢 他是身为国家元首 那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团队 要么是这个小编 或者说他们这个团队 罗斯松了 忘记这个 昨天凌晨 昨天深夜12点 就应该要把这些东西 都要设定完毕了 你知道连赖清德 现在的什么脸书 这些官方的页面 他都把那个号刺啊 什么标语都拿掉了 都拿掉了 那灵感度一定要有的 对那些赖清德的官方 我来去看了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他投完票 他一样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下面就是 就是回报 要你回报你投票了 也就这样而已 OK啊 对所以所以我说这个 如果今天我们常常讲 那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是那个还叫做军权时期 现在是民主时期啊 我们的总统只是 在他任内没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刑事豁免权 但这个叫行政法 这个不是刑事 这个我们就来挑战看看 看这个最后中选会 会不会有这个去 如何去认定 这个当然是由中选会去认定 那了不起就是罚十万 了不起就是罚十万 但是呢 我觉得是不可取啊 不可取 尤其他身为国家元首 用这样的方式 是不可取的 这个绝对是 当然你换一个角度就是 也许他对选情真的觉得很危急 就是觉得这个选情真的没有 他们想象那么乐观 所以到最后一天 他们都还要 就是他们的幕僚都还觉得 哎我们看用一些什么 技术性的插边球 看有没有办法 吹出去吹票 这个叫吹票 我刚看赖信德 每两个小时就要发一篇吹票文 啊 就是说啊 现在已经过两小时了 投票了没啊 这个你就知道说 大家都知道投票率 之前不会这么密集 之前这个选举大选的时候 基本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次 对当然这次大家都知道 投票率 尤其是自己支持者的投票率 因为是玩基本盘的游戏 所以自己支持者的投票率 没有办法吹到最大的话 就会可能受到影响 这个选情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我相信 这次就是大家都要去充投票率 那刚刚其实刚刚像兵哥讲到 日本的模式 日本其实投票率很低啊 对啊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很高的门槃 高难度 你要知道台湾 全世界这个投票率 算极高的 而且是民主国家 我不是讲那个极权国家 那种假投票 是讲民主国家是比利时 比利时是强制投票 你不投票要罚钱 那可能比利时的强制投票 是已经实施非常久的 非常久 那如果你不去投票 你没有正当理由 这个 因为你可以请假 但是你没有正当理由 你不去投票的话 是要罚 第一次好像是罚10欧元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规定 所以历次的 这个他们国内选举 他们的投票率就九成以上 这个这个其实 几乎是民主国家里面的奇迹了 但现在越来越多民主国家 开始用强制投票的规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了 当投票率越低 就会变成是少数人决定 国家的未来 那这个对民主国家里面 其实会发现 后来会衍生越来越多弊病 因为有权有势人 他只要掌握少数人 就可以维持他的利益结构 所以呢像欧洲 他们就实验嘛 他们觉得说不行 那投票率要越来越高 所以他们都是以比利时 为一个范本 所以越来越多国家 像刚刚言老师说的 这个澳洲 就是近年 近几年开始都开始立法 要做所谓的强制投票 就是为了要投高投票 那投高投票率 原因是什么 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然后也让 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学习 什么叫做民主 至少你要学习 你要去看今天参选的有哪些人 然后你要把这张票选择一个 你觉得适合的人 这样子的模式 而不是 因为有人说嘛 你不去投票 有人会说 我不去投票啊 就是我的选择啊 我三个组我都不满意啊 或者说几组我都不满意 我都不认识啊 那他说这个叫抗议 但是我跟你讲 在候选人的眼中 他在乎的就是 有去投票的人的选择 你没有去投票 他们是直接无视 就是对于传统的政党 或什么 他们就说反正年轻 你看以前就说年轻人不投票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政策 都是往这个所谓的 中老年人的这种福利啊 或什么为主 可是呢 2020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2020年年轻人的投票率 冲到七成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次很多年轻人的政见 大学生 有没有 学费补贴 有没有 或是什么 对什么生小孩要什么的 然后呢社会住宅租金补贴 就越开越多这种所谓的年轻 尤其是 越来越往下 以前这种三四十岁的可能 可能还比较少一点 可是慢慢越来越多 现在是到二十岁 这个族群都有 所以 我说这个就会改变传统 政治人物对政治或政策的想像 然后尤其对他选举去拉票 或说对去吹票的族群 改变了他的想像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从投票率去看一场选战里面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构性的改变 那当然以台湾来讲 如果今天传统 过去历次的总统群 大概都在七成上下 七成多 正常都在七成多 因为如果是地方群 大概就六成多 那到了总统群 大概都在七成上下的这个模式的话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投票率偏高 那因为我们又是从2012年 开始跟立委绑在一起 那投票率一旦冲高 立委的选情就会完全颠覆 就会跟传统的那种所谓的地方选情 很多那个地方估票都估的 比如说啊什么组织票啊 什么装脚啊 什么蓝的绿的 都会怎么样去分那个盘 可是当那个投票率 预冲高有一群人是你 比如说那种返乡投票 比如说他户籍 那个就不准了 对他户籍 比如说他户籍在台北 他平常都在南部 那这个他返乡投票 假设你多了个5% 可能就把原始的盘颠覆了 所以我说今天 如果投票率高的话 所以就是总统的盘 我们先不论 那立委的盘可能会有很多 所谓的意外惊喜 四年前 四年前就有非常多的意外惊喜 就是那种差距很小 然后就翻盘的那种选区 所以我说这一次会不会 但是这波海啸到底对谁有利 目前不知道 就是要等到票开出来才知道 所以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也是这个地方 好那真的很爱投票 很想要投票也来看到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近消息 有民众抗议 金门返乡投票军机不飞了 陈玉珍质疑有政治力介入 这个是在中午的时候 松山机场有要返回金门的民众在抗议 说我们要投票 他们说他们骗我们说 让我们可以回去 进去了一个多小时才叫 还跟我们讲说 飞机不飞了 民航机也三点钟以前都没了 那我们怎么回去投票 前脚了12点钟起飞 陈玉珍就说今天因为大家订不到票 所以启动了这个 李岛春节输运机制加开军机 国防部答应民航局协调派军机输运 人数够多就开 结果相亲票已经买好 到了后机市 因为国军另有别的任务而取消 剥夺相亲返乡权利 陈玉珍才会质疑说好 加开军机是不是有政治力介入呢 好那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陈玉珍我补充一下 这个金门刚好现在是全国投票率最低的地方 到下午2点2成8 非常低 好那先 有要补充的吗 你另有什么任务 辅选任务吗 我不知道耶 我以为他是用天气 我以为他用大雾 可是今天天气很 没有一般的民航机都在飞啊 你经济有什么理由不飞 对啊 然后民航机只是就没票了嘛 所以我觉得军方这个理由完全是听不下去的 军方只有一台西洋三洞吗 你要有别台也可以啊 你这台飞机有任务可以换另外一台来飞啊 我们的国军穷到连飞机都没了 陈玉珍有打给邱国正 邱国正没接电话 邱国正已经好几天不敢接电话好不好 自从国家级警报出现之后 你有看到邱国正吗 那天那个工作部说他们是经过那个就是向上报告 然后经过邱国正同意才发这个警报 那这一天为什么都没看到邱国正人 只有市长出来喊 对啊 对啊很奇怪啊 所以邱国正现在正在务主中可能不能接电话 不过斌哥 因为他说国防部本来就有自行的战备整备规划 民航局没有跟国防部协调好 就自行对外宣布说要加开军机 有军方人士就认为应该由民航局出面说明 踢皮球喔 就踢皮球啊 那问题是 我觉得好 就算民航局有疏失 他事先没有跟国防部讲 国防部紧急掉一台军机有这么难吗 嗯 国防部我们中央民国少到没有 连一台飞机都弄不出来 不会这么惨吧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变民嘛 而且政府不是应该是 最积极鼓励人民投票的单位吗 是 所以当金门投票率已经这么低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更鼓动大家去投票 所以你要我想理由我只能想到一种理由 什么理由就是因为 金门大部分的投票会 会对某一些政党不利嘛 所以就让那些政党能够 你尽量不要回去投票最好 会有这种想法 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就太low了 因为说真的啦 金门整个金门才多少人 金门才5万人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去搞这种 不过现在飞恐怕来不及了 不过我们台北市有延后啊 放一下 其实也可以特殊特定嘛 就是把它延后一个小时 让它飞过去 其实说真的啊 每一次都有一些特例 而且说真的很多东西 也不可能完全造全爸爸来 你知道为什么 像比如说这次我们的一些偏乡 因为那个地方 就没有什么人啊 所以他们那个投 他只有一个投票鬼 然后那个投票鬼只有一个人投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 还有秘密投票的可能性吗 哈哈哈哈 你只要一唱票就知道是你投的是谁啊 就是记名投票了嘛 对啊就是记名投票啊 那但问题是要怎么解决 你总不能要 第一个你要解决这种方式 第一个就要到 到那个人多的地方去投票 那请问一下他要走多远 那你也不能为他 他在那边弄一些假的投票在里头放嘛 所以这个怎么弄都不对啦 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完全没办法按照选八法走 好我们这个有网友 You muster 董内进来 他说无论谁胜选 都是美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民主 我不知道老师 会不会要先回应这个 但是老师我顺着 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总统总统这样好吗 这样是不是有带头违法之余 那当然刚刚两位也都说 就看中选会怎么认定啊 那只是我也想说这是插边球吗 那这个是不是插边球 因为呢今天其实一 一早我看在这个PT上面呢 就有些人直接说 今天报纸的头版太讹了吧 不是说不能拉票吗 这样违法了吧 指的是这一家自由时报 那看半版确实啦 因为你在便利超商 买报纸的话 应该就是折一半嘛 你看到当然就只有 其中一位的候选人 昨晚的造势这样 那其实我必须说 他下面有啦 你拉大下面有 只是这个不成比例 好那我们就立刻找了 中国时报联合报 你知道差不多半版 其实都很平均啊 那尤其像中国时报 他连照片都一样大 所以老师这个部分的话 我只能说自由时报 你要说违法 或许也不尽然 但是用尽心思 用尽心思 我一直觉得台湾 对自己的民主好像很没有信心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民调不能 就是要通关 这第一个 我做美国研究 美国根本是当天早上继续做嘛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连讨论都不能讨论了 对 然后候选人 我在美国看的时候 我们去参观那个投票所 候选人就站在投票所外面拉票 对 这样一大早 在那边跟你拉票 我们台湾 他就拉到最后一刻嘛 对我们台湾也不行 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说 我们难道这样子做有什么影响 到底会怎么样 难道你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选民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候选人站在门口 他不敢投其他的候选人 我相信不会啊 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主 已经到了承受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很多的那种管制 其实是很奇怪的 包括我觉得通讯投票 也应该可以考虑 因为兵哥刚刚讲那个中港 你干脆让他 这个通讯投票算了嘛 那而且 投完票我最记得 我第一次回 刚回台湾的时候 我在新竹投票嘛 那时候总统候选人 2000年有五个五组 那他们说你出来的时候 不要跟人家摇手 那摇手代表你是要支持五号 然后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 这样子代表支持一号 后来那我说怎么办 后来我一出来给他 比个拳头可以吧 比个拳头是零号没有嘛 对不对 那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觉得你在 你投完票 你都可以出来拉票 按照 对 所以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早年 大概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他们全是直接在 投开票所外面发的 然后 非洲国家 不是不是 台湾 就是 所以你要比几号 对 然后呢 他们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量票 就是故意 他们有人在票给旁边看 对对对对 你故意把票量给他看 然后你出去外面就领钱了 对 当年就是这样干 对 但现在已经不会了 不会了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与时俱进 我觉得要与时俱进 我们 我最记得我们以前讨论 说美国选举 2000年佛罗里达出了一些问题之后 我最记得我的同事 就跟我们讲 他说 美国 美国是民主大国 台湾 台湾是选举大国 就是我们 对选务非常熟悉 所以已经熟悉到这个地步 应该可以放松一点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